好,那就首先说喷不完,请问是谁? Cleanups 为什么,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 你看看,你自己说吧 因为我真的很怕晒太阳 然后我基本上每天一天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喷防晒 五秒喷一次,一分钟喷一次 就一直在喷,一直在喷 然后带了十几瓶 他喷防晒的时候超可怕 因为那个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在室内喷 室内喷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回到北京 刚开始那个谁,佑宁哥会这样 辣渣,可不可以不要喷了 后来他发现好像这么说没有用 然后我一嘶,然后他那个车的窗户弄下来 然后那个气就出去了 好,喷不完是那扎 那接下来数不清,请问是谁 江淑颖 为什么是我呢 对,来解释一下 对,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你还不能 真的有点 伤害一万点 江淑有一天为了陪我 我开车很困 他在边上给我算了一天账 然后他把那天账上下算出了就是三天的赋予 他算的版本里边差了一万多块钱 就一会说有一万多,一会就说没有 对,我得澄清一下,真的 那天我真的也非常困 然后因为他们男生开车非常的累 因为其实我们一天下来都很累 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是 我们女生可能 他们都不会开车啊 那个 所以我们女生负责的功能就是陪他们聊天 那天我也很困 然后跟张淑颖 一个下午就能算算了 因为我有点困 所以影响到我的这个财务的这个数钱的这个功能 对 好像不是 对,为什么 那家来为什么说不是 他反正是一直在算账 他永远都这样 那家 那家 一直在记 关于江江算账这个问题你怎么评价 有点蠢 我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 因为我很怕我算错钱 特别是澳大利亚 那个钱真的特别的薄 我本来每次回家都得数个五遍 澳大利亚那个钱每张钞票都特别的薄 我都得数十遍 然后我得让他们也帮我数 数完十遍再让别人继续数 对,就万一我数错了呢 然后有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吃啊喝 特别麻烦这群人 感觉他们都真的对你 我管钱也管不过来 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 然后我刚刚我也在想 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数不清 为什么你们还就是会让我去数呢 后来张柔云说了一句话 除了你好像也没有其他人能够 我觉得也对了 你好像江柔云 好,到底江柔云数不数得清 敬请期待我们的花儿里上去开播 说字幕到了 海完之后 发露出